小嫻與金剛在去年5月宣布分手 結束一年多的戀情 單身後的兩人一舉一動都被受外界關注 金剛日前前往中國拍戲 而小嫻在屏東進修課程 在2022年的跨年夜 小嫻也曬出證書與大家分享喜訊 表示他已經獲得恆春半島解說員認證 在2022的最後一天 他與恆春西門廣場的跨年晚會活動中 完成受證儀式 在這之前經歷了一學企業教師基礎課程 還有戶外實習課程 以及24小時的扶勤時數 在經過筆試和口試之後 最後班上15位同學全數通過 小嫻非常感謝指導老師及同學們 每個人都很熱心參與課程 大家也很珍惜每個月可以聚會的機會 也經常相約一起去爬山 或是走恆春半島的行程 只會能夠交到這群好朋友真的很幸福 而天文發布沒多久 粉絲紛紛留言恭喜小嫻成功拿到證書啊